欢迎来到车言论 一个专门讨论汽车颜值 也就是讲汽车设计的节目 在我身边这台是来自长安汽车的第二代CS55 Plus 在家用SUV里头 我觉得这个车的全新的外观应该说是很有亮点的 不过这个年代我觉得外观设计有亮点的SUV也很多了 为了证明这个车不是样子后 今天我决定把整集车言论的着眼点 我们不放在外观 我们去研究它的内在 我所说的内在就是讲它的内饰 因为车言论之前每一集 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大部分的精力去讲车身的设计 内饰我们也会讲一讲 通常只是讲一讲它怎么去呼应车身的设计 但是在今天这台第二代的CS55 Plus上面 其实我是有一种感觉 我一坐进它的车内 我觉得它跟当下的市场上的其他竞品 在整个车内的设计思维上就很不一样 呈现出来的效果最终的成品效果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今天拿这台车来做一集讲内饰的车言论 因为内饰的设计其实在汽车设计里头也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车主坐在车厢里面待的时间 是比你在外面看自己的车的时间是要多的 要长得多 所以我们就拿这台车来讲内饰设计 我不会简单说这个内饰多漂亮多高级多豪华 不是这样 我会把它分成几大层次来讲 我们在做内饰设计的时候 怎么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设计铺开最终成型 那首先内饰它是人坐的地方 所以它首先第一样要遵循的就是人机工学 或者说你首先要定下来这个内饰的人机工学 包括一些关键的点 我们说的H点 就你的臀部的高低的点 你的视线点 眼睛看出去 这些决定了你的窗户 这些要开多大开多高 那这台车在这些基础设计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车 但是它在视野设计上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独有的地方 就是它的仪表和方向盘的配合的位置 它方向盘是用了一个椭圆形的扁的方向盘 厂家把这个叫做D型运动方向盘 因为这个方向盘当你打90度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它是一个D型的 但是你把它打正之后就是一个扁椭圆形 那你要看仪表的时候怎么看 不是通过这个位置去看 因为它这里很窄了 而是直接在方向盘的环身的上部去看仪表 它整个仪表是竖起来的 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完全无遮挡的位置 这是这台车 在人机工学上 我觉得首先利益要定下的一个基础 就我们要用一个跟别的车不一样的方向盘 不一样的仪表的位置 所以在整个仪表台的设计上 它也跟一般车不一样了 仪表立在这个比较高比较远的位置 然后中控台这个屏幕 就是一个单独的屏幕立在这 不是这样很常见的这种连平连过来了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这台车 跟很多的新一代的SUV一样 都用上了电子弹杆 这是真正的纯电子弹杆 所以它下面是漏空的 现在不只是电动车能这样做了 像这样的油车 也可以做漏空的很大的储物格 这种储物格用起来当然很方便 女士的高跟鞋什么都可以放在这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它使得我们叫console的位置 就是整个中间的控制台 可以坐得很高 因为这里越高 底下的储物空间就越大 它没有被浪费掉 高了之后 它离你的手很近 你看这个车 翻盘到这个挡杆 真的一掌都没有 大概就是十来公分的距离 所以在我们这样去操作挡杆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定得很好的 操作起来很方便 同时它这个console就坐得很平 这个很平的控制台 其实在视觉上最大的好处 就是增加了整个车厢的那种力量感 因为你从那边看过来的时候 你看得到它这里是很直的 像一个桥梁一样 架在这里 非常的敦厚的感觉 而且它还有一些金属的装饰 来加强了这种视觉上的这种平质感 同时它的功能性也做得很好 这里有两个放手机的位置 直接可以并排放两个手机 一个是有无线充电 一个没有 所以你车主也可以自己选择 我要不要无线充电 然后背座直接挖洞 挖在这个位置 这个背座的位置 它其实比较浅 但是我试过放很高的饮料瓶也没问题 因为整个驾驶区 我的手的操作位 就在这个中线向我这边靠 而这两个背座的位置 是完全不影响我对这个车做任何的操作的 我上面讲的这些 是这个车的基本的人体工学 这是任何一套内饰在设计的时候 设计师首先要定下来的 就是要跟工程师沟通清楚 我们这个车将来仪表在什么位置 翻转盘是什么样的 操控区在什么位置 好 然后第二点也是要跟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去沟通的 就是操作界面是怎么样的 除了说翻转盘挡杆这些东西以外 还有现在的车有这么多的装备 我们需要多少的实体按钮呢 那这台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我们首先看看它有多少实体按钮 它的最常规实体按钮是这个车窗件 还有一些后视镜的控制还有尾箱控制是放在了左下方这个位置 这个很普通 那然后相对不普通的呢 是它的方向盘上面三九点的位置 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简洁的四项的控制按钮的一个块 这个块呢 它是把四个按钮做成了一块 但是这一块你按在上下左右四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加上中间有一个确认的按钮啊 所以这个块呢是很简洁 但是它是一个物理按钮就按下去的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永远不会悟触 你把手指这样放在上面也不会悟触 所以它比起现在时下流行的那些电子感应的那种 轻触式的那种滑块屏 我觉得这个要好很多 那第三个这个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实体按钮操作区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就在中间这个位置 我现在故意没把这个车亮起来 你会看到这一堆的按钮就是按钮 啥都没有 但是当我把这个车通电通起来之后 你看这个按钮全部亮起来了 有白色有蓝色有绿色 对应的功能非常清晰 auto啊 ac啊 大小风啊 还有温度啊 很明显这一列呢是空调控制的按钮 它的空调并没有做到屏幕里头 当我在调节这个按钮的风量 或者说温度的时候呢 它只占用屏幕上的一点点的空间 就是这么大一个空间 那所以你在调温度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你车机界面的 所有的其他的功能的使用 比如说有一个副驾在看片 你在调温度的时候 它不会这里弹出一个很碍眼的 一个空调面板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这个亮度是很足的 即便我是大白天 车子没有亮头灯的情况下 它这里面的这个按钮的 指示灯的亮度都非常足 而它的按钮本身呢 又设计成非常低调的这种 跟面板完全同色的矩形的按钮 所以它在视觉上就不希望去抢你的眼光 让你觉得这个按钮非常碍眼 没有 它其实是想隐藏自己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踏实的 一个实体按钮 每一个按钮摸下去都是很踏实的 那这个车呢 还有第四片的物理按钮的区间 在这个中控台 首先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呢 是驾驶模式 经济normal还有运动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大旋钮 开车开起来 你不用在菜单里头去选 那在这个旋钮前面呢 除了这个变速箱的P档以外呢 还有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按钮 这个叫做飞翼式按钮 因为它两边呢 是像飞机的翅膀一样 立起来张开的 那这三个按钮呢 对应的三个功能呢 中间这个呢 是一个拍照的功能 它可以给车内的乘客一起拍合照 然后左边这个呢 对应的是一个 一键启动360全景的功能 还有右边这个呢 是紧急的去保存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功能 应该说都跟视觉有关系 这个按钮 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盲超 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需要360了 我真的就是手一摸到这个大的旋钮 直接这样一按 我就能把这个360按出来 比我用过的其他所有的车的360的激活都要方便 那右边这个紧急视频保存的功能呢 应该是一些应急场合用的 这三个按钮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用按钮的造型设计来实现了盲超 就设计师通过造型来优化了工程上的体验 工程师可能只是说 我这里要放三个按钮 越方便越好 那设计师呢 就把它们设计成这样飞翼的翘起来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直接平摸就能摸到 而且是很容易就能摸到 因为它这个离手非常近 真的就半秒钟就能摸得到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功能性跟造型结合的很好的一个点 好 那上面我说完人体工学 说完工程上的东西呢 下面就要说说一些设计师可以发挥的地方 就是美感上的 那这个车在造型美感上呢 我觉得它还是一贯的长安系的一些风格 就是希望有科技感 但是又不希望给人压迫感 你看它中共台这个屏啊 除了说方形屏本身 它这里还做了一个梯形这样往外去延伸 而且你看这里呢 是微微的朝向驾驶者 但是在副驾这一片呢 是朝向外的 所以驾驶者这个位置呢 你看到这里之后 这边是离你远去的 你会觉得这个车厢会更加的舒展 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围着你压迫你的感觉 然后前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没有遮挡的屏幕 它里面是个液晶屏 但是它为了让这个液晶屏能够很清晰 放在这么高的位置 没有任何的反光 那它就把周围做了一个造型 把它的光全部给挡住 所以这个液晶屏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它的显示效果是非常清晰 还有一些设计师做了一些发挥的造型元素 比如说这个六角形的背座 它有一个镀隔的外圈 这个六角形带有一点圆弧 跟我刚才讲到这个驾驶模式的旋钮呢 是完全呼应的而且它成为了车内一个非常之 抢眼的一个视觉中心 其实在这些家用车上 如果你的车里面能有一些被提亮的视觉中心 这个车的档次感是会提升的 最典型的就是奔驰那个著名的十字星的空调出风口 是吧 圆形 镀隔 十字星 那这台车呢 它这个空调出风口 整个空调的部分呢 它是做的比较低调的 它希望弱化这里 于是它就做了两个这个镀隔的圈 放在这里 成为了你在任何角度看这个车厢的时候 你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视觉中心来的 它会让你觉得整个车厢会被提亮 说到提亮呢 下面就讲一下这个车的整体的色调运用 那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呢 是它的潜内式版本 这个叫做科技简约 还有一个红黑运动的版本 我个人呢 其实一般会觉得潜内式的车呢 会给人一种沉稳一点的感觉 就年纪偏大一点 但是这部车并没有这个情况 其实真的有点像它说的科技简约感 原因呢 一个是它的这种灰色和米色搭配 都是一种比较偏冷的色调 就它不是那种让人觉得比较油腻的感觉 它的这个色调其实是有一点不饱和的感觉 包括它这个座椅 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 但其实它是一个不饱和的黑色 所以整个感觉还是偏年轻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深色跟浅色的搭配的位置 我觉得是放的非常好的 首先顶棚是浅色的 不会有压抑感 然后呢 这个上面的这块仪表 比较高的这块仪表呢 是用了一块很大面积的一个浅色 这块用浅色没问题 因为一般人我们坐车的时候 其实很少会用手去摸这里的 也就是在展厅看车的时候摸一摸 而你经常摸到的地方 这些地方它都是用了深色 这些地方都深色 然后座椅呢 我们屁股跟腰会接触到的位置 它是用深色 上面这些不太接触到位置用浅色 我比较觉得不太满意的实用性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手枕用了浅色 这个是比较容易脏 还有这个位置 腿会碰得到也是浅色 但是这两条呢 确实对于整体的 我刚才说的一个桥梁 成为视觉中心强化这种稳定感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用了也就用了吧 那这个车最后我想讲的呢 是它的做工用料 这个呢 就是跟成本直接相关 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这个车卖一百万 所有东西都给你最好的 真皮Alcantara 没问题 但是这个车只卖十来万 那十来万的车呢 我们就必须在很多地方 动用设计师的智慧了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 上面的这块皮革 看起来像皮革吧 实际上你去看看 这个缝线是真的 但是这个折线其实是假的 这块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块高级塑料件 但是它是软身的 然后在侧面这个位置呢 它是完全用了软的 皮质摸下去非常软 而且这个缝线呢 也是一个真的缝线 所以这个位置给人的感觉 是挺高级的 方向盘 我们这个版本呢 完全是一个真皮的方向盘 加上一个如假包换的 网状的缝线 所以你手握到的地方呢 是有质感的 但是你看得见的 中间的这个气囊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一块塑料件 为了要节约成本 但这个塑料件上面呢 也做了一圈的这个假的缝线 所以这个呢 也能强化整个方向盘的那种质感 你不会觉得这里是软的 中间是一块硬胶 那样就不好看 那所以这些就是在视觉上 通过一些巧妙的元素 控制成本的同时 又可以增强这个车的质感 包括这台车的这些面板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啊 它不是那种木纹面板 如果是潜类似配个木纹 那就很土了 它其实是一个基于深灰色 再加上一点点木质的纹路的 这样一个装饰板 这装饰板在这里呢 还做了一点非常有科技感的 这些像电路板一样的元素 就这么一个纹路呢 马上就让这个车有了一种科技范 就是年轻人的感觉 看完那次呢 最后来看一个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门板 因为看一部车的门板呢 基本上是能看出 这部车设计师的心思功力 还有它要面对多大的成本的约束 像这台车呢 你可以看得到成本约束 它这块是硬塑料 一整块硬塑料的面板 它占了门板的大部分面积 但是在我们的手会触碰到的地方 它都用了软质的材料 这里还是皮革 然后它也用了两块 刚才跟里面一样的这种 带木纹的深色的面板 那所以设计师已经是比较努力的去 提升人的体感 同时视觉感也有照顾得到 然后门板的设计呢 基本上跟内饰一样 也是让人舒坦的一种类型 不是说特别前卫 很多车其实都会忽略这个地方 或者说有的车它没设计 你一看那个门板就知道它没设计 都不用看其他地方 好了今天我就拿这台第二代的CS5 Plus 来跟大家讲的内饰 讲的比较详尽哈 如果喜欢这种方式的话呢 以后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内饰 特别有心意的 特别粗挑的车型 毕竟还是那句啊 我们坐在车厢里面的时间 比你在外面看自己车的时间 还是要多得多的嘛 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还想看我在车历论里头讲什么车 留言告诉我吧